好了 到底这个二代健保呢 未来送到立法院来审议之后 能不能够顺利的过关呢 那么明代要如何来帮民众的权益来把关呢 所以我们现在正好署长 再来回答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二代健保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呢 就是什么 变成加户的总所得 然后乘以那个费率 那未来包括这个费率 到底是3%还是3.14%还是3.12%等等 这是要由这个健保的监理委员会 来这个订定的 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那这个什么 上下线 就是加户总所得的上线要定在哪里 到底有没有这个数字了 现在这样 这个就是看社会上的接受度如何 那你通通要去问 那这个永远都过不了 我们一定会试算几个单本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呢 看看各界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里面啊 什么叫做负担重 什么叫负担轻 这是一个主观的 接受度如何 这个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有人说自己账钱 自己账钱自己赢 对对对对 因为我赶紧的 大家会帮忙 这就是对于保险的接受度 有些人他愿意付很高的保费 对不对 有些人他认为说 哎呦那那 我是到底是要我发生事情 还是不要发生事情 干脆我就自己储蓄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想看 如果一个社会很不安定 像以前那个 这个这个 金元券大幅贫值 沒有人要儲蓄 因為儲蓄就沒有人要儲蓄 但是署長你還是沒有回答我 到底這個上限要訂在多少錢會比較合理 這個是要剛剛講過 我們試算幾個要社會的接受度 比方說到底是500萬600萬還是1000萬 如果有大家同意說 1000萬叫30萬 OK 我們當然很喜歡 譬如說這樣太高了 我們500萬好了 交15萬就算定了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由衛生署自己可以決定的 OK好 那這個慕華兄你覺得呢 定在如果我們算600萬 600萬乘以就算這個費率算3%好了好不好 361 18 一年就要18萬 那一年18萬的話 如果是四口 對不對 一個人也要多少錢 一個人也要 一萬多塊了 一個月 對不對 那18萬剛才你說的 事實上那有很多的什麼 商業的這個保單 一年還要不了18萬呢 其實我剛才就很擔心署長 把別的國家的那個税率拿來比 因為這個對民眾來講 說服力上面會是有一些問題 因為老百姓會認為說 我就 我住在台灣啊 你就不要跟其他國家去比啊 因為台灣現況就是如此 所以在這一點上可能先提醒說 那另外剛才主持人問到就是說 在這600萬上面 3% 18萬到底重或輕啊 對 那這個要看這個 繳的那個人的意願 當然也不是我能評論 因為我沒有到600萬的時候 對吧 但是我可以跟主持人回應一下說 什麼人會是這個族群 那這些人呢 可能可以 衛生署可以去做調查 他們到底覺得重或輕 什麼人呢 各位想想看 誰會家庭收入到600萬 而且一定要報稅的 對 很多人他真的有收入到600萬 他不用報稅的啊 他可能用各種方式去把他的稅給規避掉 對 不管是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方式 把他規避掉 哪些人 哪些人 上市櫃公司的這些 主管 所謂的主管 然後包括員工配股分紅 最多的這些主客的人 嗯 因為 我舉個公司好了 聯發科 嗯 這家公司也不過是300多個員工 可是呢 根據過往這家公司呢 每一年員工平均得到的鼓勵跟薪資啊 都超過1000萬一個人啊 嗯 也就是說呢 一個人超過1000萬 他就會非常有可能落點落在這個族群上面 那你想看 這樣子的人 他一年要被嗑到 如果說署長到時候訂出來上限是1000萬好了 嗯 他他可能要被嗑到 他他可能就是說他健保費要繳30萬 嗯 30萬回到剛主持人那個問題說 那這個健保費繳下去 跟現在目前的商業保險比較 到底他會不會覺得划算 因為這個是一個 比較是一個心理基礎嘛 他一定會去跟現在目前商業保險比較 那我會跟各位報告 對 如果你要買一個很好很好的醫療鞋 癌症已經買到滿了 對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照護都已經買到滿 各種重大疾病都已經買到滿了 大概一年了 5萬到6萬已經是非常好的商業保單 一年只要5萬到6萬的商業保險 就可以算買到滿 5千到4千嘛 哦 那這已經是非常好的這個所謂的醫療保單了 如果你說真的我要好好到不得了 六七萬七八萬 講真的我沒有看過一年超過15萬的醫療保單 好啦 署長這個挑戰來了 如果去拿跟商業保單的保費來比較的話 如果要想講到 是有點問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那些保單 健保的部分 都已經 它是這個 所謂的負加險 OK 就是說扣除了那個健保 可以這個 如果他把健保弄上去 就不是這樣 你想想看 在美國的這個 那個一般的 或者是其他的先進國家的那個 保費怎麼講 對不對 那絕對不是 什麼20萬30萬才 署長這個我 我也知道 我們不能夠完全跟國外 但問題就是說 現在民眾比較擔心 就是說 其實健保到底是 只要保大病呢 還是說小病都要保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健保 真正的浪費源 它很大的一個醫療支出的浪費 在於說小病的支出上面 那如果照國外的話 它是只保大病的 我覺得這種制度 我們也可以接受啊 換句話說這整個健保制度 改革的一個問題 所以 剛剛署長說講的 我完全贊成 就是說在商業保險上面 他已經不需要負擔健保 那我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如果以剛才講 4萬到5萬單身的來講 那他一旦住院了 他還有收入中斷的問題 所以商業保險 他還有所謂的日額型 他日額型 他就是要補你所謂收入中斷 收入的部分 可是健保他是沒有 管理到收入中斷的問題 尤其你單身 你又沒有家人照顧 然後呢 你又收入中斷 嗯哼 這個 值得思考 值得思考 那我都沒有意見 我現在要 退出當署長 我要做楊教授講幾句話 這個 很多人都說保大不飆小 為什麼健保保大又保小呢 就是因為理賠的效果不一樣 我們人受險 賠了三百萬 這家裡可以用這三百萬 我小孩子可以用三百萬 我騎車險撞壞了 車子修好了 這車子可以用 可是我們的健保 越重的病 花的錢越多 越有可能 這個人往生了 往生的這個錢 用下去 這個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我們得到零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所有的健保的支出 將近二十幾到三十 都是這個往生之前 這個幾個月用掉 可是你不用怎麼知道 救不起來 所以呢 反而保小 這個社會上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這個我們是真正得到了 比方說盲腸炎 比方說安全的封面 比方說膽結石 前列腺 我們做一個這個 白內障的摘除 這個呢 社會上是得到了 就像車子撞壞的 李培這車還可以開 可是越重的病 所以說保大病 那是保了他的財物 不是保到他真正得到健康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健保跟其他的險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起我要做楊教授 OK 好好 沒有關係 然後呢我們這個 聽完了書長說明之後 我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委員 剛才如果提到這個 上下線的話 我不知道就是說 未來這個立法院 在審的時候 這個上下線 也要一併有通過這個 立法院的這個審議嗎 這個部分到母法 在母法裡面並沒有 所以也是要回到那個所謂的監禮委員會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可能 立委會蠻大的反彈 第一個就是監禮委員會 決定這個費率 還有就是上下線 那換句話講就是說 立法委員完全沒有 甚至就是說未來醫療 到底支出面 要有哪些 要有哪些項目 也不是立法委員 像現在我們只要社會上 有什麼反應 什麼罕見疾病或什麼 或者這個癌症的用藥 我們都可以隨時替民眾來表達 但是如果這個案子通過以後 這個部分是完全在監禮會裡面 目前我覺得定上下線 尤其是上線這個部分 應該考量目前我們的 醫療總支出目前的狀況 因為你現在費機這麼大 如果說你不考慮到 醫療總支出有一個定額的話 你的這個上線 譬如說你定在一千萬也好 或者對於這些高收入 就正好落在這個一千萬 如果說你好幾億的人 其實這個一千萬的定額 對他來講沒差 他如果剛好就一千萬 那我就對不對 我跟那個一億的人 我出的錢是一樣的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你的總額支出 會設定在 因為我們的人口數 大概會一個穩定的情形 還有就是說 未來老化人口會有多少 大概會有一個穩定的比例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試算的根據 你要寫得很清楚 讓我們知道 好 那麼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立刻就請在現場的 這個楊書長來回應 剛才這個楊委員的這些問題 同時呢各位觀眾知道嗎 二代健保還有一個很大的這個改變 就是要仿效那個油價一樣 才這個激動的浮動的機制 年年都要調費率不會吧 馬上回來挑戰面對面